今次我們談談交通工具 香港人大部份,超過一半以上 都是以MTR地下鐵為主 無論見不到太陽的地方 都會比較容易聚靈界的東西 今次我想說的地鐵故事 就是車準備進入油馬鐵地鐵站 當時的名字叫Waterloo Station 我也記得是 正如我所說,凡是自殺的人 在生命中未完結時 他要不斷重複做這件事 如果他穩定身,他不會展示畫面 他會跳軌,他會在你後面推你 我們環顧所有靈界的故事 都是陰陰濕濕的地方 太陽不容易照得到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 他們的行業是屬於PIN PIN的行業 又比較容易吸引靈界去看 或者喜歡聚靈的地方 在這陰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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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陰陽